1. 郑爽和男友买婚房 郑爽和男友张衡感情很好,时常被大家偶遇两人亲密同行逛街。 最近,有消息称郑爽和男友张衡一起去购买房子,两人还亲自参与房子的装修设计。 对了,疑似买婚房的消息出来后,又有网友晒出疑似两人的结婚证。 结婚证这是郑爽的妈妈在媒体求证时否认了。 2. 郭敬明山一届戏份 郭敬明现在也不如从前那般火了,费心指导的电影作品许集,本在今年就要上线的,可是定当时间也改再改,一届出事后就彻底亮了。 为了新戏能播,郭敬明那边也不得不选择删掉一届的戏份。 3. 黄轩要翻身 黄轩这两年的作品收视率还可以,但都没有大爆。 接下来,黄轩暂时不拍电视剧,而是结了几个电影的本子。 有两部资源都是业内大岛指导的,作品关注度很高。 4. 陈导明吴刚不合 昨晚,陈导明和吴刚两人都参加华表奖,但疑似是吴刚老师的一位粉丝发照片时,独独给陈导明脸上打了马,照片上其他艺人都没有打马。 此举引得陈导明老师的粉丝强烈不满,于是两家battle起来了。 5. 于震混得惨 于震主要饰演正剧,革命踢残的作品非常多。 但是别看于震大大小小拍了有上百部影视剧,可收入并不高的。 于震妻子也是演员,但结婚后,妻子就回归家庭,两人现在有三个孩子。 6. 郑叶成芒果关系 郑叶成和芒果那边的合作很多,有些网剧都是在芒果平台独播的。 芒果那边出了一部新的IP分拍剧《三千压杀》,男主决定了郑叶成,明天会在象山那边开机拍摄。 小表辈们,想看谁的爆料,或者是想爆料给姨态,都可以在评论区回复,不用客气哦。 八言那边有大八卦,今天有说某女星与男歌手当众啪啪啪。 张艺兴联合节目组炒作,范冰冰成第二个刘孝庆,大鹏靠拍马屁拢落人心,王者被内定出道,的大爆料哦。 快扫二维码过去瞅瞅。 八爷今天22点50分推送的爆料超带劲哦。